刚刚,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物前就美宣布,制裁中国军队相关部门及负责人发表谈话,要求美邦立即纠正错误,撤销所谓制裁, 否则美邦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后果,在昨天下午的外交部旅行记者会上,新闻发言人耿爽也表示,中方对美邦无理做法表示强烈愤慨,并已提出严正交涉,当地时间周四,美国国务院宣布对我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,不及该部负责人实施制裁,消息一出,立刻引起一片哗然, 根据美邦的说辞,此次制裁原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俄罗斯采购了苏道35战斗机和S400防空导弹等武器装备, 而根据美国的通过制裁应对美国对手法案,与被列入上述法案制裁名单在俄罗斯公司进行往来的组织或是个人,都要面临美国的制裁。 这些年,为了围堵战略对手,美国可谓是花招百出,不仅自己单方面实施多种制裁,而且试图将这种大边制裁强交给第三国,破坏其他国家之间正常合理的往来。 1. 破其他国家在制裁问题上而其好命形式,以至于在中国甚至是世界,霸权主义成了一个特质的名词。 实际上,根据国际法准则,各国主权平等,一国无权把本国国内法强加给其他国家,一国也没有必须遵守他国国内法的义务,仅仅自认为此生利益受损。 2. 美国就要对其他国家的组织和个人行使制裁心的管辖权,这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备的公然践踏,中俄式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,在军机合作领域,保持着密切交流。 2. 这样的军事技术协作,是两国正常,公开和透明的军事合作交往的一部分,完全正当合法。 2. 尽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口口声声表示,这些行动的绝对目的是阻止俄罗斯政府的资金流,制裁是针对俄罗斯的,不是针对其他国家的防御能力,这恐怕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 3. 美国对我军相关部门及负责任的制裁,严重破坏中美两国两军的关系,若美方不立即纠正错误,撤销所谓制裁,那就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后果。 4. 中国历来崇尚和为贵,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,汉字中的盒子,由河口组成,其助己就是人人有饭吃,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两军关系,是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所在,是两国两军的共同利益所在,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所在。 4. 美方应该明白,美国不可能包打天下,如此要求别国为美国的私利做着做那,稍不顺利就大搞制裁,实在是过于霸道,极其不负责任。 5. 中国还有一句古语,能战帮门言和,汉字中也有个五字,为止歌之意,就是制止战争,维护和平,中国军队高度重视中美两军关系,同时鉴定汉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。 5. 历史和现实证明,发展中美两军关系,只要看到各自的当前利益,更要着眼共同的长远利益,既要有,从意识意识做起的务实,也要有仰抱星空的情怀,既要在发展顺利时心怀忧患之心,也要在身处困境时看到希望之光,望远门之风浪小,凌空时觉海波平。 我们希望美方着眼大局,定汽灵和思维,妥善处理分歧,努力让两军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稳定因素,来源,军政平工作室铁区舰队更多资讯,请扫描下方二维码。 欢迎关注投稿邮箱,T-I-E-X-U-E-G-I-A-N-D-U-I-X-163.COM 请领备措置